如果你不想像大多数人一样开着制服车 可是你又希望拥有收旅车多项的优点的话 其实有一些有个性有想法的消费者 可能就会投入旅行车的怀抱 但是在台湾的市场来说 旅行车的表现虽然不是这么的亮眼 可是它实用的载物空间 甚至于开起来有一点点热血的操控乐趣等等 这也仍然有许多不少的支持者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为大家挑选了几款 在市场上面兼具了豪华 舒适 甚至于有十分享受的操控乐趣的车款 好好的帮大家来介绍 我们讲到豪华品牌 可能大家第一个时间会想到的 那就是双B BNW跟賓士向来就是一生的宿敌 不论是在产品的定位上面 还有推出来的产品的车款 以及行销上面可以说是互相较劲 可是在消费者的心目中 说实话 他们对于这两个品牌的定位上面 其实是有不同的想法 对不对 艾达 没错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在2019年 以双B来说 就是BNW跟Marsley Spence 在年度上面的销售数量 以全球来说 品牌双双都超过了200万量的一个销售数字 那当然你可以看到 以全球销售来说 BNW稍微的比Marsley Spence 稍微少了一点点 但是这200多万来说 我们可以看下它那个比例 其实BNW在这全部的双B的销售量说 它是48比52的一个比重 也就是说稍稍的少了 冰市的4个% 那当然我们知道 冰市跟BNW本来就是一个产品的 同质性相当高 而且产品线的大概都两者都互相涵盖 非常竞争的两个品牌 而且同样的来自德国的一个顶级豪华品牌 那所以大家就会说 为什么全球卖最好的就是双B 可是你可以看靠在台湾的销售数量而言 以台湾来讲 你可以看到BNW只有卖了16000多量 但是冰市却卖了29000多量 当然这个所谓的销售数量 是以这个监理单位的一个挂牌数字来看 那同样相比全球 我们刚刚讲全球是48比52 如果在台湾的这个销售数量 你也看起来比的话是37比63 怎么好像有了一个很大的悬殊 甚至差了20几%的一个感觉 那当然因为冰市车在台湾有相当程度 非常大的一个数量是所谓的水货车 水货车的一个挂牌数量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看到的整体的销售数字里 当然来讲是一个所谓的 新车挂牌的销售数量 那当然水货车是 从国外引进的中股车在台湾做销售 可是因为它在台湾没有挂货牌 所以当它在监理单位 注册登记上牌的那一刹那 就把这个数字算进了 所谓的新车销售数量 新车销售数量 那当然看起来就会有比较 大幅度的一个落差 那以全球市场来说 其实基本上大家占比是一半一半 所以大家就会去讨论这两台车 到底有什么 这两个品牌到底有什么 不一样的差异感受 其实大家会认为 B&W普遍性来讲着重于什么 操控性能的一个表现 那冰市则是奢华舒适 以及豪华的一个氛围的呈现 可是这个时候 如果你是B&W的行销头头 你就会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大家没有买我的B&W 跑去买了冰市 因为冰市比较豪华 比较舒适 同样的 冰市的行销头也有同样的疑问 为什么买了B&W没有买我冰市 因为B&W的操控性能 各方面来得比冰市来得好 所以其实 开始有这样的思维出现之后 两家车厂各自的表述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而言 就是B&W越来的越冰市 冰市越来的越B&W 所以你会发觉 其实现在相距不大 你说B&W甚至有的时候做起来 比冰市更加的豪华舒适 甚至冰市的性能 有时候对于相较于B&W而言 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其实我们从销售的数字上面来看 真的台湾人很爱冰市 今天来到我们棚内的 有两款的豪华品牌的旅行车 我们首先带着大家一起来看看 冰市的C320C 是没错 其实台湾人真的很爱冰市 说真的 不管我们都认知上会觉得说 B&W更重操控 更重家喻乐趣 冰市更重舒适豪华 像刚刚艾大讲的 但是实际上来讲 真的要买下去的时候 更多一些的人会选择冰市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天天在热血 是啊 而且舒适的享受这种东西 是随时随地都感觉得到的 所以我们才会有了这台205系列的C class 它真的超级受欢迎 我觉得很受欢迎的点 除了它原来保有 本来冰市的那个舒适 让你感觉 豪华 让你觉得备受尊容的感觉以外 更重要的是 它加上了在之前 203 204都不及的运动感 它的动感真的是更加的强烈 而且刚刚我们在聊就有讲到 它再加上像AMG套件 这样的东西以后 不管外观还是内装 它整体的呈现又更加的动感 让你觉得这根本就是一台跑车 有着跑车外形的一台旅行车 像这台我们是C300的Estate 我们就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以前刚刚在笑说 水货车因为卖得很好 大家都爱冰市 所以很多人买水货也会买C300 但是你要怎么告诉别人 我这台不是100多万的水货车 我这台其实是总代理的一台 要价200多万块300万的车 那就买旅行车 对买Estate的 因为水货的旅行车 非常的稀少 除此之外 我觉得相对之下 台湾冰市它给的车款 为了要因应 就是要跟这样竞争强烈的水货商对抗 它给的配备也越来越多 越来越满 然后像这台车 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外观 刚刚讲到的AMG的套件 然后再加上 现在很重要的是 现在新年式的C300Estate 它也加上48V的 就是所谓的EQBOOST的动力系统 它在动力上 在节能上的表现上又更加的丰富了 比起以前来讲更适合我们一般 不管是代步还是驾驶的乐趣上部分 都是让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处 除此之外我觉得 至于我们会选旅行车 最重要的就是空间 所以我觉得再来是要坐近后坐 会比较了解它的强项在哪里 除了C300Estate它的外观上面 是非常有帅气 而且我们说旅行车都是美型的造型 对不对 没错 就是会选旅行车的一定要有帅度 而且还有实用度 对 我们就帮大家来体验一下 万一坐进去感觉一下 OK 你觉得这空间是怎么样子的 我觉得其实它就是真的跟一般房车 中型 中大型房车的 里面的空间表现是差不多的 然后你看像我前面的位置 就是跟前面来比的话 其实是OK的 这是我刚刚差不多的我的驾驶姿势 除此之外 因为我刚刚在录影以前 我有偷偷的跑去跟三系列比较 我觉得它的内装空间 虽然说它的世代稍微旧了一点点 但它的空间表现 其实并没有差到那么多 主要的差别是在于 这台车是属于深色内装 看起来会比较封闭 比较压抑一点点 而且包括车顶因为是黑色的 所以我会觉得虽然有这个压迫感 可是头部空间很好 也是好的 对 超过 是超过两个拳头的 但是有一个稍微差一点点的地方 是在于我的大腿的支撑性 官方会员应该可以看得到 它的支撑性就稍微小一点点 稍微不足 可能你的腿太长了 也不是 就是它稍微比较短板一点 是 没办法 因为刚刚官有提到 这只是个中型极具的车子 所以它的座椅当然不可能 它上面还有更大的 像S-Class 17系列这样子 没办法像那么舒适 但是它有巧思 因为它的座椅有稍微的往下挖一点点 所以它的椅面其实是有点向后倾斜的 多少可以稍微补充你的大腿支撑的部分 所以其实你坐下来之后 包括它的椅背的倾斜的角度 会让你即使长途在坐在后座 也不会觉得累 加上它的发泡棉设定是偏软 对 舒适性的 它比较厚实的感觉 对 很多欧洲车的感觉 比较单薄 比较硬一点点 它是比较软的 然后还有最重要的就是 宾室它在像内装质感的设计这些部分 对 它也是非常的 我觉得应该是所有品牌中 差不多算是最高竿的吧 它可以把很多视觉上的 还有触摸得到的部分 它都尽善尽美的把你做到最好 你说在驾驶座的部分 是的 还有像门板 门市板 皮料这些东西 缝工 做工这些部分 我觉得都算是这个等级品牌 相对比较好一点的 因为它豪华品牌的铺层你看 包括连这个上面也是用皮铺 跟座椅是一样的铺层 然后缝的也够细致 然后再加上还有就是后面 还有一个旅行车的尾箱 你当然可以放得下 你想放的所有东西 只要后座的椅被稍微放倒以后 你要放什么东西都很自由自在 讲到行李箱的空间 我们是不是要看一下 是 我们来看一下好了 好 因为其实以旅行车来讲的话 其实它的后行李箱空间 也可以媲美到所谓的中型的SV了 对 没错 然后它还有电动尾门 你可以看到这样子的空间 是不是比一般的三厢房车来的好多了 对 而且深度够深 是 然后它的开口又够大 对 放东西都很方便 对 放大型物品的行李 甚至于它的高度来说的话 对于女孩子是非常友善的 你要放一些行李箱等等的 相关于你的是SUV 你不觉得换成旅行车好像更方便一点 是啦 但是我早期的时候是开旅行车 对 那个时候就很好用 我还蛮喜欢 后来是因为觉得说要在家人 然后就觉得说高度上面让他们进出 更舒适一点点 对 比较方便一点点 乘坐的上修旅车确实有它的方便性 但是使用放东西来讲的话 旅行车我觉得反而更好用